特别开心能够登上我们综艺盛典的舞台 这是我们演员心向往之的一个舞台 高大上 但是今天我到这儿我不是演出来了 我就是想让大伙群策群力 给我那搭档治之病 治什么病啊 他可能最近啊 让我说的呀 有点犯心思了 我说他没文化 往上他多学习 结果人在家就背三字经 背着背着呀 他就唠了毛病了 说话永远是撒字 所以啊 今天我到这儿来 我想这个地方的观众 档次高 水平高 所以我把他请出来呀 咱们大伙一块给他会诊会诊 一块帮他把这毛病啊给绑过来 咱们掌声欢迎随风上台 有请 这位就是随风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您看见没有 张嘴就撒字 大家好 随风啊 你跟大伙说说 你为什么老说三个字啊 不怨我 那怨谁啊 怨按马 怨你妈 按马说 饭多吃 华少说 言不懂 就不合 咬向河 被开车 好生货 吸洋样 好工作 光头呛 你看这 说了这么一大套 谁跟谁都不挨着 我告诉你 你这是病啊 得治 所以我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 咱们这么些观众呢 一块出主意 我当着大伙 今天我郑重宣布 他请客 我请客 你什么呀 我请客你干嘛 我陪着 我还想陪着呢 咱这样啊 今天 我一定把你的毛病 给绑过来 好不好 不可能 不可能 咱得多聊天 聊着聊着 他那字就多了 哎 隋风啊 我听说 你们家那人口可不少 应该算是 大家族 哦 对对对 大家族 其实我们家人口也不少 应该也算是 瓜妇层 你们家瓜妇层 怎么说话呢 点影命 我恨这电影 不许提这电影啊 你们家呀 人口多 出人才 我听说你爷爷是个老八路 那名字叫 李云龙 有名吧 我听说你爸爸可也了不起 地下工作者 打入敌人内部 你爸爸叫 余泽成 你爷爷叫李云龙 你爸爸叫余泽成 你叫什么呀 操随风 行 他们这爷儿仨都随妈姓 我告诉你啊 你这仨字 仨字往外蹦是吧 有本事你把这仨字坚持到底 你可别后悔 后悔啥 警命人 话不多 糊涂人 话一扯 你话迷 白斐离 来此时说 小过后 你不信 问观众 掌声向 预备 起 哥 谢谢 你就别挑剖观众了 我还不信 我扳不过来你这毛病了 咱这么着啊 我知道这隋风啊 爱唱歌 我一唱歌 他就没招了 隋风 我下面给你唱几首歌 你告诉我是谁唱的这歌 行不行 没问题 好不好 咱开始唱啊 若起若长若 比太阳更光 这歌谁唱的 方祖明 方祖明 他爸爸 方祖明是谁啊 是成龙 你这还带裙带关系的 这不行啊 直接说是谁唱的 你再听这个啊 突然间的自我 灰灰洒洒 把世界看通透 这歌谁唱的 二百五 二百五 称一二 快把里面带床 不行啊 直接就得说是谁唱的 再听这个啊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谁唱的 快说 滴可妞 不是 还有 没有了 还一载呢 不能载 为什么呀 风牛饼 你管着管不着你 多可气 要不然这样啊 我唱这不灵 你给大伙唱 随风唱歌可好了 咱们大家掌声欢迎 让随风给咱们唱两段 好不好 来 我还告诉你 他只要一唱 这字就少不了 随风 你敢办 给大伙唱一段 我打赌你不敢 唱就唱 这能唱吗 这些年 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过 有过累 有过错 还有梦 接着唱啊 真爱过 才会懂 会寂寞 会回首 终有梦 终有你 在心中 唱完了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酒 别唱